每季的乐高大师总决赛作品总能给我一种自己不配玩乐高的感觉 尤其是上一季的海神波赛东 实施游乐场 以及厦门这个维多利亚小镇 长发组计划搭建巨型蒸汽朋克机器人 入侵维多利亚小镇的故事 长发老哥开幕先给队友一个雷击 他们是唯一一组敢在总决赛大场景中加入机械可动的 摆明了是非拿下冠军不可了 先要把故事中的小山骨架搭好 用砖块上色 接着做机械结构 利用去柄连感原理 让机械人手臂像这样动起来 最后给机器人加个总决赛限定皮肤之蒸汽朋克 外料的机械齿轮加上各种看似她的装饰 有进有动有机械有美学 就差他们最擅长的细节填充了 我正在练习Franc & FIG Alex把整个细节填充了 28小时倒计时结束 你们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它 恭喜 回看长发老哥一路的作品 真的是对乐高全身心的热爱才能做到 我们完成了 这就是一个很高兴趣的感觉和荣誉 我们从来的建议比我们的建议更大 希望这些细节填充了这个建议更多 去折腾 19世纪70年代 山上的哥特斯公馆里有一位邪恶的发明家 他操纵着蒸汽朋克的巨型怪物 冲进山脚下的维多利亚小镇 并掀起了一场波澜 机器人这一脚下去 直接给人家变成三口之家了 另一边村民打不过机器人 冲上山顶 准备给发明家的吉利偷了 小生墓地里的盗墓贼 发明车间的电梯 等等很多错综复杂的小故事 分散在整个故事中 创意技巧 细节美学 百花齐放 教堂的玻璃花窗和眼膜设的大灯 配合打出了漂亮的光影效果 构图上下左右无死角 就连评委评价到最后 硬是没跳出毛病来 在揭晓冠军和十万傲言得主之前 还有本季最后一个作品 也是乐高大师史上最大的模型 金发组扣了一整季的人脸 总决赛必须整个史诗级的 他们准备搭海盗间的战斗 想要致敬1989年的乐高海盗系列 因为从海盗系列开始 乐高人仔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表情 为了能更自由地刻画角色表情 角色脸部面积要大 相应的 整体的比例都要扩大 包括海盗船 他们准备做一半的船体 船上的各种曲线 尤其是船翻很难搞定 就在他们好不容易安好翻的时候 天尾指出翻安反了 修复可能导致时间来不及 但他们还是顶着压力重做了 在按偷钥匙的猴子时 出现了意外 因为他们的桌面太乱 找不到掉落的零件 不得不重做一只猴子 人物模型每个大概30厘米高 做个五六个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 然而就在最后几秒钟的时候 他们发现猴子手上的钥匙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二十八小时 倒计是结束 本季乐国大师最后一个作品完成了 你已经完成了28小时 这个是在这场表演的最大事 海盗和蓝衣军团展开了一场战斗 在人物模型搭建上 金发组绝对是王者 嗯 也是我最喜欢的 太绝了 但海盗穿的短板也很明显 细节缺乏 整体太空 可过头来 全身也没有更多的设计 在250位观众和评委投票后 最后的冠军已经诞生 Would you like to meet the people that have built these incredible builds They're clapping because not for what we're wearing or who we are But for what we built we just want to find out like we want to know if we won If we've not won just tell us I can't bear it In third place It's Trenton Josh 季军 金发组 海盗船 The winning team of the LEGO Masters 2020 恭喜长发老歌组 拳击稳定发挥 前期疯狂陪跑 丝毫不影响最后夺冠 维德利亚小镇相比其他的作品 是在技术 构图 美学 空间分配 以及发型上的多重压制 金砖组的斗兽场顺位亚军 最后捧杯吧 长发组 下一期 诶 还有下一期吗